回光棒球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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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激烈的对抗 有的只是跌跌撞撞的跑壘 和不断重来的挥棒击球 这是一场黑暗中的棒球赛 萦绕着汪明生的场上 除了队长张志宏 其余队员都是市场人士 他们一起组成了成都首支盲人棒球队 微光棒球队 这支刚成立两个多月的球队 每周都会进行一次训练 这个猫子能打球是怎么打的 就比较好奇地想去感受一下 刚刚开始的时候 跑得还有一点分不开的那种跑 然后最后就是打分了那次 我跑得完全就是分开了 然后跑去把那个海暴落也下山了 也叫起来非常开心 因为我感觉打中了 我也把那个目标也找着了 我觉得还是有点兴奋 今年36岁的队长张志宏来自台湾 2017年成为成都女婿后定居成都 热心功力的他此前曾组织视障群体 一起跑步攀岩游泳 不同以往的是 棒球是一项高度依赖视觉的运动 如何让这群视障者 安全地从黑暗中捕捉到球的运动轨迹 成为张志宏不断琢磨的问题 就自己把网球打开 把他剖开以后 我把他塞了音响进去 但这时候遇到一个新问题 就是他不能打击 但他可以练那个防守 二代球我们就想要有一个提升能打击的 我想我如果塞领囊进去 是不是就可以打击 塞进去以后第二次训练 我们就用上了 确实能打击 但他就不能结合 所以第三 三点零 我们还没研发出来 我也自己画了设计图 想自己去创造出这样的一颗球 像我们平时的棒球需要画线 我们没有线 我们用的是标志盘去定点 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垒柱 垒柱我们是经过改装 用买了不倒翁 然后里面灌水 然后充气起来以后 自己按那个喇叭 逼逼逼逼这样去响 然后让我们辨别听音辨味 作为球队的队长和教练 张志宏除了要教授技术 还要随时关注 并调整队员的心理状况 非常棒成为他场上的口头禅 非常棒 同时我也去跟他们讲 是台湾有一支少年棒球队 叫红叶少棒 他一开始的训练 其实跟我们一样的 他们自己去取木棍 自己拿石头 刻苦地训练 哪怕我们装备再简绕 生活遇到任何问题 只要你去克服 那总就会走出来了 所以我们设计的理念 微光棒球队它也是微小的力量 然后散发出一束光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武术的光芒 然后熊猫也是代表成都 然后它随时在准备打结 然后这也是我们给我们生伙伴讲的 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随时随刻地去做回应 然后遇到问题 我们把它打击出去 也是解决问题 虽然击球落空 跑壘失败是常态 但队员们仍热情地投入每一次训练 张志宏也希望这支球队 未来能在更广阔的舞台散发微光 微光棒球队我们希望说能 透过自己的努力 然后去和外界的一些球队去交流 去分享去打游戏赛 我们这个也是非常希望的 因为不仅在自己的领域 也能走出去自己省外或省内都可以 台湾也有市长者群体打棒球 我们希望两岸也有交流